大家好,我是戴戴 今天要讲一个 爱爱爱 也能减肥的故事 故事开始 养帅男 说自己最近有点累 可是很开心 因为一直在做运动 红发男和帅哥男好奇的问什么运动 养帅男说 爱爱 减肥呀 红发男和帅哥男都不相信有女人会要和 养帅男 爱爱 他们嘲笑养帅男 养帅男说 是真的 没有看到他现在瘦了吗 就是最近一直在约 炮呀 杨帅男说 现在女人欲望很强的 高矮肥瘦都不重要 只要可以干就完事了 杨帅男介绍他们一些 约炮APP 真的很简单约到的 他们相信了杨帅男 要杨帅男教他们 红发男约了女炮友出来 红发男是第一次有点紧张 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 完事后 红发男约了帅哥男出来 告诉他 杨帅男说的都是真的 帅哥男也想要 他叫红发男也教教他 会请他吃饭饭的 帅哥男约了其他女炮友 哇 素质那么高的吗 帅哥男很惊讶 帅哥男问女炮友 现在就去吗 当然呀 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搞 他们现在完全相信 杨帅男的话了 很崇拜他 杨帅男说 他现在有新的计划了 绝对可以赚一笔的 他们也想知道 可是杨帅男说自己很饿 叫他们醒目一点咯 红发男和帅哥男好像有点不太乐意请吃 可是杨帅男说自己手上还有很多女炮友的联络 帅哥男说请吃没问题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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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吃饱了帅哥男想知道刚刚杨帅男说的赚钱方法 杨帅男说最近王阿姨特别多 他们很空虚 寂寞 冷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了 他们好奇怎么认识这些王阿姨呢 杨帅男说就在FB打减肥广告压 他们看到后PM才问他们 要不要特别的爱爱减肥 讲是王阿姨 可是太老那些就不要接 找那些熟女或姐姐就好了 杨帅男的王阿姨 爱爱 减肥很成功 红发男和帅哥男想跟着杨帅男找吃 杨帅男说他肚子饿 叫他们会做人一点咯 他们说OKOK没问题 杨帅男和他们说我们不是呆呆 那么厉害可以一天12次 所以需要一些帮助的 就是这个想搞想搞要 要不然男女可能满足那些王阿姨 帅哥男去到了需要减肥的姐姐家 他们聊了几句后 就他想要了 搞搞搞搞 哎呀 帅哥男被抓肩在床 被打了一顿 杨帅男说 做这个就要有心理准备的 帅哥男很生气 乱乱介绍这些人给他 他要让帅男请回他吃东西赔罪 杨帅男只好说OK 他先去booking 其实帅哥男没有被打到很惨 这些很多都是化妆 他特地要让帅男请吃的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明白到 上的三朵 终于胡 搞得太乱会 扑 盖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此为止 请大家按赞 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 点开订阅旁的小铃铛 以获得最新影片的通知 我是每天上山遇到母老虎 可是没有在外乱搞 没有 没有 扑 盖的呆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